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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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灣當代別舞大師 劉學鳳最受歡迎的經典舞碼之一 以龍貫中心舞蹈的精髓 將舞蹈 原著歌詞和樂曲緊密結合 描述年輕秀老師出外闖蕩後 最終回歸到當初修行的目的 表達人性光輝的一面 這個劉鳳學老師編創 他想表達的東西 闖蕩之後 感受過之後 他所選擇的是回到自己 心中繼續堅持的那一份修行 然後我們在第一曲的時候 舞者所詮釋的是將 道袍 修飾袍 帽子脫掉 拋向空中 那代表一件事 他要去外面闖蕩 然後在於所謂的有愛情 賭博 一些甜蜜 之後 第二十五曲再次出現的時候 音樂一模一樣 可是最後 他卻不是把帽子拋向空中 他最後呈現的動作 然後頭往上揚 那代表一件事 他回到他心中最堅實的東西 繼續修行 這支三十年前的改編歌劇 今年重返舞台 也是首次來到衛舞營藝文中心公演 結合舞蹈及交響樂和合唱團 等多個團隊 其中原曲最著名的樂章命運 並取掉扣人心選 並取掉扣人心選的序劇張力 成為作品中最讓人耳熟能詳的片段 因為這一首曲子的節奏感 非常的強烈 舞蹈的元素也非常多 所以非常多的編舞家 就把它拿來當成的舞蹈作品來詮釋 那布蘭詩歌本身呢 又是因為剛剛說的這個 節奏感非常的鮮明 另外他的那個旋律都很好聽 而且又很好記 因為他是依循這個 中世紀的這個歌詞的寫作的方式 所以常常這個旋律會反覆兩三次 所以就會讓大家的這個印象特別深刻 劉鳳學老師他所推出的這個版本 以舞蹈形式來詮釋布蘭詩歌這個合唱作品 1930年代首次被推出的時候 他是一個在劇場裡面 一個混種的一個表演形式 他有樂團 合唱團 獨唱 那另外還有在台上的墨具啊 舞蹈啊 偶戲等等 這齣作品讓藝術家 可以用不同形式來詮釋 以獨有的身體美學 探究音樂和文本 構築布蘭詩歌的另一種樣貌 記者 中文成 採訪報導